这一次民进党民调正好坐在香港发生送中运动 百万人上街头的这个关卡上面 所以这件事情轰动整个世界之外 台湾受到冲击当然更加剧烈 总统的这个准候选人都在这件事情上面被老百姓检验 检验了下来的结果 显然韩国瑜受重伤 柯文哲也好不了哪里去 然后呢蔡英文跟郭台铭得分 那所以这一次经过这样的一关波折之后呢 韩国瑜应当2020的这个候选人提名不忘 也因此呢民进党不要以为赢过韩国瑜那样高的支持度百分点 就喜群一色 同样在送中事件得分的这个郭台铭将是民进党的对手 郭台铭过去台湾社会有许多不谅解他的地方 但是这几个月来他努力扭转他的形象 那扭转到连被归列于墨律中的墨律的赖宗强 都说郭台铭是不是脱胎换骨 甚至拿郭台铭来作为民进党的警惕 出现的结果就是说民进党的对手很确定 不是韩国瑜 柯文哲大概也边缘化 他的对手那就是郭台铭 遇到郭台铭 民进党我觉得他还没有警觉 郭台铭是一个跟过去民进党所认识的国民党 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第一个他在两岸立场上面 他是主张两国论的 虽然戴上了一个中华民主的帽子 然后呢 治经区他是反对马英九的 经济靠中国 他也是反对马英九的 他对北京讲的不客气的话 跟赖清德 蔡英文 比起来一点都不少到哪里去 那这样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对手 在过去民进党在两岸问题立场上面占的优势 在郭台铭作为对手的时候 看样子是很难发挥 那在这个国家基本立场上面的优势 一旦不能够展现 因此呢 老百姓在做投票行为的时候呢 那简验的标准就是 你过去的政绩好不好 在经济问题上面能不能提出比郭台铭现在更有说服力的主张 我是觉得这个是很辛苦的事情 我认为赖清德这一次在初选没有胜出 就是他面对执政优势的时候 他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愿景跟政策 让人家耳目一新 这是关键 用这个同理可以来评估未来 圣选与佛 在两岸的立场上面 国家主权立场上面 已经不占有明显优势的时候 你的政策愿景 这是民进党要去认真考虑的事情 接下来我也可以跟大家来预期 接下来戏码怎么走 第一个 应得打仗已经落幕了 那中间过程这个残缅匪彻 扣人心弦 那大家都对他们两个感到非常的担心 可是现在结束了 你就会发现下一个要登场就是什么 应得相会 蔡英文会三顾茅庐 用最大的诚意 然后是去感动赖清德 赖清德也会用所谓的最大的一个祝福 来祝福蔡英文 让整个民进党的一些支持者 大受感动 然后就完全团结在一起 那到第三个戏码就是应得搭档 那么气势就一股拉到最高点 那么来为民进党接下来的2020 迈向一个大战的一个序幕 就是三部曲 应得大战 应得相会 应得打党 这三部曲大家等着瞧 所以接下来蔡英文一样会用他的国家机器 跟政党机器 用十倍的力量来霸凌国民党 霸凌柯文哲 所以接下来我认为会是一场非常艰困的苦战 未来一个月 他不敢做再离谱 再夸张 再荒唐的事 基本上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因为国民党还在一个内部的初选 所以就不会去注意民进党的一连串的一些 国家资源的滥用 践踏民主的一些事迹 等到国民党的初选结果出来之后 我相信监督民进党以及捍卫台湾民主力量 会再次的归队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让民众来检视 民进党在过去这段时间 对台湾民主所造成的伤害 民进党的初选一个非常有趣 就是民调的结果 蔡英文不只赢了赖清德8%以上 他还大赢了韩国瑜跟柯文哲 10个百分点以上 而这件事情第一次出来看一看是谁 就是陈水扁总统 不要看过有这种民调 请求感情的没法印出来 因为其他四斤所用的 幕帖全部是跟当中用同样的 将来不要看过五斤公司 这人一直 那只有一种可能性嘛 就是你民进党用的那个母体的样本 就已经setting好了嘛 所以每个人在那个母体样本里面 所抽出来的电话 比较出来做出的民调 就是这个水位啊 这种民调是不会发生的 如果你相信民进党的民调说真的 你就干脆说陈水扁是全天下最清廉的总统 一样的天真可笑 民进党的出选结果是蔡英文出选 我想大家都不会太意外 因为在这个之前 我们大概知道蔡英文跟赖清德资源配比 跟所谓的声量或是说各县市的资源度来讲 确实有一段很大的落差 那至于说那个民调出来的结果 我想大家都会认为是一个比较怪异的一个数字 因为大家认为韩国瑜的过去大概都有四成 甚至三成的比例 可是昨天我们看到那个结果大概只有两成多 当然就国民党内部来讲是一个警讯 因为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数字 不论它其实是不是有一些放水 或是有一些这个比较舞弊的情绪在里面 当然我们认为是有可能的 可是就国民党内部来讲 韩国瑜的数字确实跟柯文哲被拉近 而且没有蔡英文高 那我觉得对国民党的人来讲 现阶段应该是要赶快把党内竞争状 可以相对的作为最轻的不要互相攻击 然后赶快选出一个候选人 那选出完之后其实要怎么样整合 因为其实我可以看到 蔡英文出现以后 赖清德表现确实让人家觉得说 他们即便在初选杀着刀刀见骨 可是在之后的整合上 或是赖清德表现上 确实让人家觉得说 民党是比较容易可以团结在一起 这个压力就回到国民党身上 现在郭台铭跟韩国瑜两强相争 那是不是有办法在结束之后 郭台铭或甚至韩国瑜 也可以对出现的做这样的一个支持 我觉得现在是应该要好好的去设想的 好这次民进党的总统初选民调一公公 哇全台湾都傻了 没有想说蔡英文这么强 那其他包括国民党的候选人 包括柯文哲 那大家就回家休息啦 反正民意支持度差10个百分点嘛 这次民调的数据这样的夸张 它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个叫做机构效应 全台湾都知道 民进党正要举办总统初选民调 所以很多人都会知道这个时候打电话来的 做民调的多半就是民进党 他要做初选 那你都知道人家是民进党打来的嘛 你总不好意思说 哎呀我就是讨厌民进党 这个台湾人传统是比较厚道的 所以你知道他是民进党打来的 就比较可能说出 对民进党比较有利的答案 这叫机构效应 第二个叫做捧杀心态 捧高你把你推下去把你杀了 叫捧杀 这句话是鲁迅讲的 很多不喜欢蔡英文的这个选民 他会觉得说 蔡英文已经当一任了 在连任比较好打 所以呢在民进党初选 当然要支持比较好打的蔡英文 所以就会把他们的这个答案 灌到蔡英文身上 这就叫捧杀 那到底这样的一个民调 能不能转化为选票 投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看到这次初选结果有几个效应 第一个 它当然有助于凝聚民进党的人气 这一次的这个民调结果出来 对于拉抬蔡英文声势 他一定有帮助 同时我们看到 赖清德迅速就表达说 他愿意支持蔡总统 那这就表示民进党已经团结了 那这会给国民党造成一定的压力 国民党还要继续内乱吗 再乱下去 所以这也有助于刺激 国民党赶快团结 去年2018年的选举民进党被打趴在地上 国民党几乎是这个躺着选都当选 那么到最近黄金交叉已经出现了 就是在民进党初选之后 民众对民进党的好感度又开始跟国民党 黄金交叉了 所以国民党可以说是回到原点 那我们也看到嘛 国民党在初选的时候 自己不停的 党内户打不要钱打得很快乐 同时呢 你看到包括郭台铭 包括韩国瑜两位 两位大哥你们不要再讲错话了好不好 你们整天讲错话不累吗 累了就休息 不然继续讲错话 就算国民党团结你也选不已 所以我们看到 国民党的胜选气势 不要说延续 他已经中断了 麻烦从头开始 两个重点 第一个 要团结啦 不团结一定输 第二个 拜托 好好表现 不要一天到晚讲错话 首先恭喜 民进党 顺利的完成 总统的党内初选 我们知道过去两个月来 关于初选有许许多多 关于程序面的争议 如今结束之后 我们也蛮乐见 把更多的焦点摆在 重要的公共议题上面 例如 捍卫主权 保护老权 促进平权 以及找回我们的居住权 这次的民调结果我们也注意到 大概有两个面向的意义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台湾人民希望 赶快来告别这些所谓的玄武争议 尽量的趋于稳定 第二个就是说 最近香港反送中的这个事件 也确实让台湾人更重视 有关于捍卫主权 对抗中国渗透的一个重要的影响 那在这个影响之下呢 我们也认为 除了重要的宣示之外 更有效的其实是透过法治 来加强我们的民主防卫 例如接下来的临时会 我们应该就 之前所提出来的 一些六大抗中法案 包含反渗透的法案 包含反这个红色媒体的法案 能够在临时会里面 获得讨论跟技术 获得通过 让国际社会 以及我们的国人 真正的理解到 台湾愿意守护自己主权的这个决心